四年前于浩铭一首《其实我还好》 唱进许多关心他的朋友和粉丝们心中 引起更多在磨难中需要坚强的人们的共鸣 4月22号于浩铭以新形象亮相上海 驻镇某公益活动 许久没见的他依然是那个爱笑的大男孩 热情对待身边的朋友 演员的压力很大 有很多人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排解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来放松自己 释放自己 不知道于浩铭的方式是什么呢 遇到困难其实就是放飞自我 对 你看我现在这么文静 但是呢 在这部戏里面 它是需要有一个比较癫狂的一个状态 比较那种是完全是很愤轻的这样的状态 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在拍的时候 就可能自己的这种状态 还是要调整得非常的亢奋 对 所以跟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新剧的需要 于浩铭剪了寸头新形象十分惹眼 对此于浩铭调侃道 没想到剪完之后好像更帅了 要验证一个男生到底是不是 就是长得还可以或者是还不错 就是就必须要剪一个圆寸 或者是光头 才能够验证说到底有多帅或怎么样 然后剪完这个头发 剪这个头发之前 我心里面还是忐忑 我在想 我这个长成这个样子 我剪那个头发 应该因为很丑吧 对 然后结果剪完之后出来发现 哇塞好像比以前要帅了 对 总结果是对方的 城市 批语 我的 1951 好吧 open